- 嘩!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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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大家好 我是Q摩 是啦 Q摩最近比較忙 但影片呢 Q摩還是要繼續拍下去的 Q摩沒有消失 Q摩今天就要來替大家開箱這個 肯頓所推出的 KT101 實際上大家看到這一把箱 的型 應該會是把他想做 Tek9 或KG9 不過呢 這個部分有個故事 Q摩覺得蠻有趣的 接下來就會跟大家講一下 不過在開始開箱這把箱介紹之前 請讓Q摩 工商一下 Q摩今天最主要在工商的環節 一樣是提到我們 AMM-S 所推出的 7075 T6 的鋁槍機 重量極輕 只有70克 大大增加 你GHK AR的效能 而且大家有看Q摩之前的影片啊 我們都 破壞測試過後了 壓 絕對不會壞 我們 AMM-S所推出的這個 7075 T6的槍機框 售價是 3900塊 當然大家去一些我們有配合的廠商會有 或者是呢 就來我們AMM-S 來這邊選購 好不好 那Q摩呢 東西一定會做好來 也希望大家呢 多多參考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進到主題 我們回來齁 我們接下來就要開箱這個 有肯頓科技 所以為什麼叫KT嘛 Kingdom Technology 所以叫KT101 那他們第一把槍啊 他們真的是第一把槍 大家如果感興趣 下面有連結 當時Q摩呢 在前一次的MOA 有採訪到他們 這把就是當時的 那一把 在廠商 許多人都驚豔的 KT101 當然啦 實際的槍呢 Q摩開出來呢 再跟大家 來聊到它的狀態 打開呢它的紙盒老實說 呃 蠻樸素的 但是它其實有一個細節 這邊跟大家講 不過先大家看一下它的說明書 這個說明書啊 它基本上來說也是圖文並茂 那比較小可惜的是呢 因為它這個也是要走外銷啦 所以整體的 呃 它的說明書呢 全部都英文 好不好 那但是呢 其實 在看圖說故事方面 應該都沒有問題 還蠻清楚的 那 最主要呢 有些附上爆炸圖 它一張就解決了 那我們說明書先放旁邊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它裡面的紙盒 紙器啦 我覺得它們挺用心的喔 它們用了這些 其實這個在紙器方面來說 因為畢竟Q摩開自己有做槍機嘛 我們有買紙盒 也就是紙器 那它們這樣子其實 增加了箱子的一個支撐度 看起來比較挺 可以重壓之外 它們這些其實也是要額外發花費的 所以有啦 它們還蠻用心的這一點 好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把本體拿出來吧 跟大家聊聊裡面箱子有什麼 好 箱本體一把 在這裡 實際上這可以裝50發BB彈的彈角 好 盒子放旁邊 好啦 這一把呢 就是 KT肯頓科技 它們所推出的 KT101 那實際上來說呢 這把 在真實世界上來說呢 基本上要叫做KG9 當然它還有另外一個名稱叫TEC9 那這把槍呢 老實說啦 KIMO在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它們接受到不少訂單啊 都跑得不錯 可見這把壞人槍 本來今天應該畫個刀疤有沒有 當壞人來介紹這一把 為什麼這把是壞人槍呢 其實就是跟它的原油 故事以及使用上 那KIMO就接著講 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聊聊 這一把KG9 實際上這個型號算KG9 為什麼 KIMO就一一到來 我們來講一下它的故事 其實這把槍 它一開始 是由瑞典國際動力公司 它所設計的 那它一開始設計的型號呢 其實它是設計的一把槍 叫做MP-9 圖片在這裡 那它是從哪一來的呢 其實那一把MP-9 我們不要講MP-9 MP-9是那一把 那是另外一家 我們講MP-9 它是來自於也是同樣 瑞典製造的一把 再惡造的一把衝鋒槍 那把槍呢 就叫做卡爾古斯塔夫 M-1.45 一般稱M-45 好不好 古斯塔夫 不是我那根大根的 這個是衝鋒槍 相信大家可能有時候 在看一些舊的影片 你曾經看過它 好不好 它長相長這樣子 OK 他們當時要做的 這一把槍的前身 MP-9 是從古斯塔夫 M-45 跑出來的 當然他們那時候 就拿了那把槍 就說啊好啊 我希望誰要跟我們買 那 但是很不湊巧的是 當時歐洲對槍支的法令很嚴 那像他們那種衝鋒槍就沒有市場 除非要軍用 但是軍用呢 他們又打不進去 那這時候呢 瑞典動力 他們就想說啊 不然 他們就往國外跑 瑞典國際動力 他們就往美國來 他們來到了美國創立的 瑞典國際動力 USA就是分布 然後那時候開始要推銷給美國的警方 當然軍方也去推啦 但沒辦法 那一把槍 我們所謂的MP-9 生不逢死 當時最大的競爭對手 就是HK MP5 那大家都知道 MP5幾乎佔據當時警方 所用的槍械 所以 很可惜的 瑞典國際動力 他就沒得賣 那沒得賣怎麼辦呢 這時候瑞典國際就想說 不行 沒賣 公司活不下去 好 然後他們就 轉個方向 不然 就把那隻MP-9 不要做成軍方 也不要做連發的 他就把它改一個名字 叫KG-9 然後把它做成單發版本 然後把它丟進去市場 那由於當時的這把KG-9 我們可以講回來KG-9了 就是這一把 為什麼 因為KG-9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有open board 它是開放式的槍機 很有趣的是 當時這把槍 在美國的市場上 政府也給它定位 它是一把手槍 沒錯 它是手槍 所以就是因為它是手槍的關係 所以它的入手相對容易 雖然它是單發版本 但是入手容易 然後再加上它又是 對嘛 我們都覺得它是衝鋒槍 但他們認定就是手槍 這就開啟了這一把KG-9 在往壞人槍有名的路上 開始一路前進 為什麼 這把槍便宜 好入手 再加上很容易加裝一些套件 就讓它變成全自動 而且 這把槍 在真槍 我們來聊真槍 KG-9這把槍很有趣的點就是 它在真槍上面 它的彈夾 有好幾個型號 10發 20發 這個是32發 他們是仿造32發做的 32發 50發 很長 這麼長 50發有圖 還有彈骨 70發彈骨 你看 一把衝鋒槍 70發彈骨 你看 那個壞人拿到 不是很開心 很容易搞 又有大彈量 對 所以 真的在 當時啊 西方的黑幫 都覺得這把槍真的是 哇 真的是一把好槍 霍個大個喝飲 那當然啦 它也出現在一些影視上 例如說很有名的 麥米風雲啊 或者是一些電動玩具裡面啊 這把槍 其實都有出現 那 它接下來的故事呢 由於 這把KG9 被不法分子改裝完之後 然後拿去做壞事 甚至發生了一些不好的案件 例如說 就有一個非常有名的案件 克里夫蘭學校大屠殺 就是在克里夫蘭那間應該是大學 然後他衝進去然後拿這個 殺了很多人 甚至之後呢 他還有一個加里夫蘭亞街 101號的一個也是一個慘案 所以呢 這把槍其實在限制世界中啊 也是算是惡名幾幾啊 不過當然啦 主要是壞人拿去做壞嘛 拿去做壞 也讓這把槍呢 在所謂的壞人槍上面呢 有一定的地位 那當然很多人之前齁 在看這把GPB的時候齁 之前很多人都說這把是 是TEC9 TEC9 那但實際上為什麼QMO說 它是KG9呢 因為TEC9 它的由來是因為 後來美國覺得 發生那些慘案不行 然後他原本要讓它下來 那瑞典國際動力 後來改名字 他後來改名字叫 英特拉泰克 英特拉泰克公司 他就說好我就把槍再賣 我把槍改成 它不是Open Ball 是閉手才能夠開槍 所以TEC9的特色是 它是閉手才能夠開槍 而不是像KG9是 它是Open Ball 所以老實講 這把槍是KG9 而TEC9 它如果真實確定上場是 喔上去 往後拉 它其實實際上來說 不是Holding在後面 快開開的 而是它其實是這樣子 這樣子才是代發的 所以那叫TEC9 這邊給大家小小科普一下 好 那所以呢 有鑑於這些故事 KUMER也是去查了啦 去做功課覺得 哇 這把KG9 或我們俗稱的TEC9 真的是很有一個故事 真的很精彩 當然啦 它也曾經在Payday裡面出現過 大家都懂過Payday吧 對不對 去搶劫銀行 那這把槍呢 相當有趣是它 它在1985年的時候開始製造 那時候KUMER只有五歲 好不好 一直到2001年的時候 那一家公司收不了了 倒掉了 因為他們一直被針對 沒辦法 你賣出來的東西 很容易被第三方改啊 然後人家用套件啊 有大彈骨啊 有殺傷啊 所以他們 嘿 最後收不了 最後就推出了最終一個型號 叫AB10 AB10 它的造型也很有趣 不知道未來 他們有沒有機會去把它做出來 不曉得 大家請期待吧 最終在2001年 熄燈 結束了公司的營運 也結束了這把槍的再製造 雖然如此這把槍 因為它是 上面在真槍來說是重壓 下面就是塑膠件 其實 還是有蠻多地方就是 還是會違法去做造 因為它的製作工藝並不是很高 前面就花一點點時間跟一些圖 跟大家聊一下 QMO我覺得很有趣 這把KG9 它一個由來跟它有趣的地方 壞人槍嘛 好那接下來 QMO這把槍呢 就要跟大家說一下 這把由KT肯頓科技 他們所推出的這把槍 它的售價 我們剛才看到一盒這樣子 它的售價是9200塊台幣 那它的彈夾 就這一顆50發可以裝50顆BB Line的彈夾 它的售價是1200塊 目前他們推出的產品就是這樣子啦 好不好 就是這樣子 那QMO呢 有在一個部分有跟大家問過 未來啊 如果有一些缺件啊什麼的 尋求店家 或者是其實也可以尋求他們公司 臉書官方那邊給我的訊息 這邊跟大家分享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進到另外一部分囉 這把槍怎麼分解 我覺得這把槍真的蠻簡單的啦 實際上來說 你有一隻十字螺絲起子 一隻2.5的六角板手 你就可以搞定了 首先 你把後面這邊屁股 你就直接把它懸開 撐著就懸開就好 懸開就好 然後呢 我們看到前面這邊呢 它有個前準心 它裡面這邊呢 是個2.5的六角 鬆開就好 然後鬆開 鬆開你就是可以把整個都拿起來啦 好不好 鬆開 鬆開完之後呢 它前面這邊 這個槍管 它底座有個座 在這個地方卡榫 你可以 稍微搖晃 把它整個抽出來 稍微抓住槍身 然後稍微搖 不用轉啦 千萬不要轉喔 搖 上下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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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沒有 我搖出一段了 上下搖 搖就好 搖 搖出來了 搖到這裡之後呢 你就看 這邊 還有一個它的槍擊拉柄 槍擊拉柄呢 逆時針懸下來就可以了 非常簡單 懸下來就可以了 這樣子 螺絲 懸下來呢 這邊已經鬆動了 這時候呢 就是把屁股往上翹 開出起來了 翹了之後呢 再往前推 這樣子 就分開來了 這是它主要的部件 那我們看到這把槍 我們可以在前面這邊 我們一樣啦 我們可以先槍機槍用手撥到後面 它的HUB調整是在這個位置 大家看到 QMO指針在這裡 HUB調整在這個位置 我覺得蠻方便的啦 那如果你需要去更換HUB 他們家用的是一般GBB的管跟皮 那這邊的拆卸其實非常簡單 你有爆炸圖 你就只有一根PIN打掉 幾個螺絲鬆開就可以換了 那QMO目前還是以原廠的狀態不換 不換 不換 那其實它整體上呢 非常簡單 那 我是覺得它本身干涉性不算多 然後它也有做出應當有的Asobi 就是公差它沒有抓到很死 所以 它真的不用吃太多油 它有在倒軌上 上了一點點的薄油 但我覺得也是 挺順暢的 那當然啦 在保養方面QMO就認為就是說 除非它今天是吃到沙 你需要把槍管清潔 HUB清潔 或者是把導軌稍微清一清 就應該很OK很順 是這樣子 這就是它的大部分解 那大部分解完之後呢 大家應該想要知道啦 這把9200塊的KG9 或者是KT101 有沒有料 我們來看看 這最主要是它的上半身這個 其實增加這個就沖壓嘛 對不對 我們就來看 好 吸得住 這幾乎是一體的啦 沒問題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 這個是牆壁袋扣 環的地方 好 也是鐵的 這點是沒問題啦 這點是沒問題 然後我們來看看它的 後面的粘孔它應該就不是了 所以它是因為後面的吸而吸到 但粘孔這邊不是 應該是鋁合金或者是鋳合金吧 但差不多啦 狀況還可以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前面槍管的部分 槍管應該是鋁的吧 不過它前面這邊啊 大家特別看到這裡 很有趣 它附給了大家這邊一個轉接頭 你可以把這個轉接頭 轉起來 這是鋼的喔 那麼附一個鋼的轉接頭可以 給大家方便 你可以去 轉接 消音管 這個是他們多附出來的 當時在MOA的時候還沒有這個東西 還沒有這個東西 當然你拆下來就是一個很完整 本來KG9的 它的槍管就長這樣 小小可愛 小小的 那我們看看它這個 這一個 總稱 那這個應該也是鋁的啦 看起來是鋁柱的樣子吧 因為可以看到鋸痕 好 OK 那我們來看看啊 下面的身體 塑膠的 不用講我用彈的就好 這塑膠的 這塑膠的 本來KG9真槍下身就是塑膠的 好 我們來看看它的槍管 好 對嘛 鋁的要不然就新的 那 它在中間這邊啊 在拉動這個BOT 這個槍機的部分 中間就是很主要的桿 它是用 鋼的 我覺得這一支不錯 用料蠻紮實的 吸起來很沉啊 那我們來看看後面這邊呢 這個也是塑膠件 那它的板機呢 但板機感覺是金屬的 但它應該也是用 鋁合金或者鋁合金 這樣子 OK 那我們來看看它的推彈鈕 推彈鈕 OK 吸不住 那PIN的話 這個PIN一定都會用 鋼PIN 這個沒有用鋼PIN 這個沒有用鋼PIN 說不過去啦 好不好 那彈匣呢 這個 喔 它這一整支是重新開模的 我以為是 PLACE的鐵的 不是 它重新開模的 好吧 大概是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子 好 接下來呢 QBO就回覆回來 再跟大家講一下 好 大家可以看到 煮回來了 它那個無彈厚錠 就卡在中間 我覺得倒是還蠻雜實的 好啦 那接下來呢 QBO就要帶著 這一把 KG9 以及各位跟著我的鏡頭 我們要 下場 直接打打看 我們 下場去吧 對 然後你再插上去 然後再開保險也是OK 但壞人不會考慮這個好不好 壞人沒有在關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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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太多 哇 彈不夠多 可以啊 有沒有彈牌 搞些彈牌就可以 有感覺到 可是我覺得 一它的彈道來說 真的 就是這樣 畢竟它槍管就這麼多 阿彈它還是可以換 然後加上它們本身 它有附這個 就是讓人家接原廠 那它甚至還有魚骨 還有後托轉接 但是因為原廠 我可能就先不動它 對 好 後來 後來 轉 後來 夾 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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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好 那各位 相信大家有看到QMO 在場上 使用這支KT101 的一些畫面 那當然其中還有一些就是 在場邊的靶區有些帥哥來試玩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彈道 那待會等一下我們就來聊一下它的優缺 不過 首先我們先講一下它的初速 它的初速如果你是12公斤的話 大約是100左右 因為QMO的測速器爆掉了 不好意思 12公斤 那這邊另外一題 最後還會再講一次 我真的建議大家用12公斤打 這支用12公斤打就夠了 廠商不建議打14公斤 那時候你看到我的畫面 比較多是14公斤打 其實它有一點暴軸 有一點暴軸 一下子上一下子下的 不過大家可以看那個畫面 其實它本身 它的體質上來說打的是真的 還有一定的距離 那一天蠻多人都很意外 就想說這把槍 短短的算是壞人家 短短的它應該不會多遠吧 但其實蠻出乎那天很多人的一個看法 好啦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講講它的優缺 我們先來講優點好了 各位 其實我最近啊 老實坦白講 我講很多槍齁 我覺得它們最大的優點就是什麼 就是它們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存在 例如說就像這一把KT101 那它就是對不對 就是指我們真實世界的KG9 QMO之前故事講完了 那KG9的 GPP瓦斯部分的目前 就它獨一家 我覺得這是最大的優點啦 好不好 喜歡這把槍的人 它推出來了 太棒了 我覺得這就是優點 不要老實說我每次都在混水啊 我真的覺得 像AR我就不會說今天AR 它就是獨一把 因為AR做很多嘛 那如果今天 KG9 或者是KT101 改天有個SG 121之類的也出來的 那當然是後話 但畢竟它們是第一個推出來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大一個亮點 跟特色跟優點 第二個優點呢 我就是真的認為 連我自己都有點嚇到它的後座力 說實在的 後座力這種東西取決於什麼 你的這個 這個槍機的質量 你後面的附近黃 軟或是硬 跟它的乾色 它的乾色多不多 它打起來 是真的以這種體型 這種大小的衝翁槍來說 它打起來是真的非常有感 當天很多帥哥打完就 都蠻超乎他們想像的 所以我覺得第二它的優點 就是說它的後座力 很 很有趣 力道也不錯 力道也不錯 然後它今天在 做所謂的無彈品的時候 其實也很扎實 它擋的部分還擋得蠻多的 我是這樣覺得 OK 那可能是因為第一 它的本身槍機就有一些重量在 夠 它的附近黃來說也沒有用到很硬 足夠了 它們有 我跟原廠聊 它們是不是抓大概 它們沒有用得很硬 然後再來 就跟Q夢那時候說 它們的彈甲很有趣 特色 我真的很少看到有彈甲 它的出氣皮完全沒有凸出來 它是平的 它是平的 就跟它上面這個平面是一樣平的 所以 從這一點我們就可以得知 這個彈甲 這個皮在出氣 跟它的BOT 它的槍機 完全是沒有什麼干涉到的 不會拖累它 所以我覺得藉油是這樣子 所以產生它真的還蠻不錯的一個後座力 所以第二點就是它的後座力 那再下來第三 我就覺得就是它的一個 怎麼講 它的效能 老實坦白講 我一開始就覺得說 我管就這樣子而已 就這樣子吧 但是其實 它的彈甲 55發 上次我講說的不是50發 55發 可以裝55發 你如果含裡面一顆就56發 它可以輕兩輪 因為我下場只有這一個 我真的是打到一半在那邊壓子彈 夠 還夠打 真的還夠還算夠打 所以我真的覺得它的效能來說 其實可以 可以期待 不過這當然會衍生出另外一個 我們等一下會講的缺點 好 那這邊我額外再講一個 那這個呢 會在下一次有機會的時候 我們會推出影片 就是其實這一把 KT-101 我們來講KT-101 玩具啦 它其實已經有廠商對它做出很多 很多不一樣的 改裝喔 那所以下次會來聊這個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它一個優點 代表 這一把槍 從它那時候給大家試打 一直到QMO拿到手上 這一個已經是完全確定的市售版本 其實 它在未來的路上 能夠帶給玩家 很多不一樣的感覺 可以短 像手槍 可以長 可以像步槍 搞不好改天有人瘋了 改得像狙擊槍一樣 未來可期的一個優點 那優點講完了 好 我們來講缺點吧 好首先第一點缺點 這個我就真的 雞蛋挑骨頭 但是讓我挑 因為這一把 價格是9200 彈甲是1200 說認真講 因為QMO是看整個市場來說 因為最近其實有出了蠻多 一個蠻便宜的衝鋒槍 它算衝鋒槍嘛 對不對 算是手槍 KT101是貴了一點 我覺得在價格上 這個可以 一點點的肯勝 不過 很有趣的一點 是我被蠻多人推翻的 很多人都覺得可以啊 可以啊 但不管 我就覺得這一開始 就是我雞蛋挑骨頭 常常不要打我 價格上是貴了一點 但是一這麼有獨特性的槍 開動價格好像也沒什麼 也沒什麼啦 好不好 說實在的 就因為畢竟嘛 其他有什麼MP什麼的 MP什麼的 都賣比較貴的錢 那 Anyway 我覺得價格 但是OK能接受就接受嘛 好 好 那 第二個 我們來講它第二個缺點 這也是QMO有點挑啦 說實在的它的蟹彈鈕有點小 但可以 下彈完全OK 雖然有點小 但下彈 下彈夾OK 是OK的 好不好 最後啦 我真的認為 肯頓這家公司 那時候QMO 也是很剛好 就是真的就在他旁邊 好朋友的攤在他旁邊 所以 那時候我早早就看到他們推出這把槍 我真的是 這也是看著它衣服 生長起來 我是覺得真的還蠻 蠻蠻 有一點感動 然後他們也 不只是像上次給各位去試打 各店去試打 庫外啊 想準什麼 有的沒有的去試打 他們也有針對其他的回饋 然後去修改它 我覺得 這一點是相當的 怎麼講 這間公司相當負責 我覺得不錯 那也在之前 QMO有說到 他們未來的一些零部件 也會試出來 更不要說他們有一張大大的 爆炸圖了 好不好 真的 喜歡這把的朋友 就跟QMO一樣 那時候 廠商 一直問我說 有什麼缺點 我擠半天 你知道嗎 因為說實在的 它的狀態 其實它是把它簡化 優化到 我覺得挺OK的狀態 真的 謝謝肯頓 他們還在上面幫我 還刻個英文名在上面 謝謝 好啦 那最後呢 一樣 如果各位 或者是你接下來是這一把 KT101的槍組 希望你們呢 如果影片中 有什麼 可以參考到的 或者是看得開心 一樣幫QMO 按讚 訂閱 還有分享 千萬不要忘記了 QMO的AMS 也有賣 如果想買 找我們 未來搞不好 我們會把 AMS會把這把槍組 我們給它魔改一下 弄不一樣的樣子 出來給大家看 再拍一集 好不好 那QMO今天肯頓的KT101 就說到這裡囉 掰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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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